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世音菩萨是佛教由印度传入中途后 影响最广最受人尊崇的大菩萨之一 记载观世音菩萨的佛教典籍数不胜数 特别是观世音菩萨寻生救苦 大慈大悲的灵通感应垂花世纪 更是亘古流传 世家蒙尼佛在王舍城的世舍绝山演说法华经 当时参加法会有十多万座 法华经够二十八品 本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法华经第二十五品 这时无建议菩萨从座位上站起来 裸露右肩 双手合时向世家蒙尼佛顶礼 问道 世尊观世音菩萨因为什么因缘而称为观世音呢 世家蒙尼佛告诉无惧意菩萨说 善男子 如果有数知不尽的众生 在听说过观世音菩萨之后 只要他们一心称灵菩萨的名号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会立即观察到他们的音声 让他们都得到解脱 无惧意菩萨 这位众菩萨当中的大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 他的威德神力就是如此巨大 假如有众生过度沉迷于言语 只要常常念诵并恭敬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就会自然脱离言语 如有众生常生怒恨 只要经常念诵并恭敬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便能消除怒恨 如有众生十分疑吃 只要经常念诵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就会自然脱离已知 无惧意菩萨呀 观世音菩萨 有如此种种大威德神力 能使一切众生得到好处 因此众生应常在内心 虔诚的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如果有妇女想求生男孩 只要虔诚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她就会生下一个既有福德 又有智慧的男孩 假如她想求生女孩 那么她便会生下一个 品貌关正的女孩 而且这个女孩在情世 就种下了善根 因此众人都很喜爱并尊敬她 无惧意菩萨 观世音菩萨 有如此神奇的威力 假使众生能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 她的福报绝不会落空 因此众生都应该授识 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无惧意 如果有人能信奉护持 六十二亿藤河沙数量 那么多的菩萨名号 而且能终身供养 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 在你看来 这样的善男子 善女子 他们的功德多不多呢 无惧意菩萨回答说 非常多啊 世尊 世将 谋弥佛说 假使有人念诵观世音菩萨名号 甚至做短时间的礼拜和供养 那么他所获得的福报 与前面所说的善男子 善女子 所获得到的福报 完全相等 而且毫无差异 在百千万一节那么长的时间里 也不能穷尽他们的福报 无惧意菩萨呀 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就能得到如此无量无边的福得力 无惧意菩萨对佛说 世尊 观世音菩萨怎样有的 这个苏陀世界 怎样为众生说法 他教化众生的方便神力 是怎样的呢 释迦蒙明佛告诉 无惧意菩萨说 善男子 在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中 如果有众生 需要以佛身而获得救度 那么观世音菩萨 就献佛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佛之佛身获得救度 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大自在天生获得救度 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沙门身获得救度的 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小王身获得救度的 观世音菩萨就献小王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载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载观身获得救度的 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载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佛罗门身获得救度的 观世音菩萨就献佛罗门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载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长者、居士、载观、佛罗门的妇女身获得救度的 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同男、同女身获得救度的 观世音菩萨就献同男、同女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天神、龙神、前踏罗、阿修罗、加罗罗、锦纳罗、摩侯罗、 以及人和非人之身获得救度的 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为其说法 需要以金刚神身获得救度的 观世音菩萨就献金刚神身为其说法 观世音菩萨就献佛身为其说法 这位观世音菩萨成就了如此的功德 在于灾难的时候把无畏不施给众生 所以这个娑婆世界都称观世音菩萨为施无畏者 无敬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 世尊我现在就应当供养观世音菩萨 于是无敬意解下脖子上的各种宝珠与音乐 总计价值达百千两黄金 把他们供给观世音菩萨 并说道 仁慈有得的菩萨 请接受这如法不失的珠宝与音乐吧 这时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 无敬意菩萨又对观世音菩萨说 仁慈有得的菩萨 请您领悯我们收下这些菩萨吧 这时释迦牟尼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 您应当怜悯这位无敬意菩萨 以及四众弟子和天神龙神前踏国阿修罗 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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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与非人等 因此 你就接受这些菩萨吧 于是观世音菩萨出于对四众弟子 即天龙八部 人与非人等的怜悯 便立即收下了这些菩萨 他把这些菩萨分作两份 一份奉献给释迦牟尼佛 一份供奉多宝佛塔 释迦牟尼佛对无敬意说 无敬意 观世音菩萨有如上所说的自在神力 所以他才能自由地游历于这个娑婆世界 这时 无敬意菩萨以祭奉行事问道 世尊妙相遇 我今重问理 佛子何因缘 名为观世音 具足妙相尊 祭答无敬意 汝天观音行 善音诸方所 红世深如海 历劫不思议 十多亲一佛 发大亲近怨 我未如略说 文明极见深 信念不空过 能免诸有苦 假使心害意 推落大火坑 念笔观音力 或坑变成池 或飘流巨海 浓于诸鬼难 念笔观音力 波浪不能没 或在虚弥方 为人所推舵 念笔观音力 如日虚空柱 或被恶人主 堕落金刚山 念笔观音力 不能损一毛 或指怨贼绕 各指刀加害 念笔观音力 贤记弃慈心 或遭亡难苦 灵行御寿中 念笔观音力 刀寻断断坏 或囚禁枷锁 手足被扭卸 念笔观音力 释然得解脱 咒诅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笔观音力 还助于本人 或欲恶罗刹 毒龙诸鬼等 念笔观音力 实习不敢害 若恶受围绕 利牙爪可步 念笔观音力 即走无边方 元舌即腹邪 戏毒烟火燃 念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云雷不勤点 降袍数大雨 念笔观音力 应时得消散 众生被困恶 无量苦一身 万音妙至地 能救世间苦 具足神通力 往修至方便 许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种种诸恶趣 地狱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见西定念 真观清静观 广大智慧观 悲观及辞观 常怨 常瞻哑 无垢清静光 惠日破诸案 能浮灾风火 浮明赵世间 悲提戒雷战 慈意妙大云 树干陆法雨 灭除烦恼燕 征送京观处 不畏君阵中 念笔观音力 众愿西退散 妙音观世音 樊音海朝音 盛笔世间音 世故虚长念 念念悟生疑 观世应尽上 于苦恼死恶 能为座医护 具一切功德 此言誓众生 福聚海无俩 世故应顶礼 这时 池帝菩萨 从座上站起来 走向前来 对世家蒙尼服输 世尊 若有众生听到这篇 观世音菩萨品 知道观音菩萨 自在无碍的夜行 了解观音菩萨 广开无量法门 视现各种神通之力 救入众生 那么我们就应当知道 此人所获得的功德 的确不少 世家蒙尼佛 讲说这篇 苦门品实 参加法会的大众中 有八万四千众生 都发下求证至高无上 圣志的誓愿 观世音有如此功德 能以各种身形 游离各个国土 来救度众生 所以你们应当 一心一意地供养它 观世音菩萨 能在众生恐怖危机 或灾难之时 把无畏不失给众生 所以称观世音菩萨 为师无畏者 观世音菩萨 具备一切功德 他能在众生 遇到痛苦烦恼时 面临死亡危险时 成为众生的依靠 他像慈父般 看顾着一切众生 他的福德 像大海一样 无边无量 你们应该顶礼膜拜 观世音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